55. Cancri E是距离我们大约41光年奇异星系中的行星。 大家可能觉得41光年还蛮远的,但在宇宙尺度上,已经算是我们邻居了。 这颗行星有着极其炽热的表面温度,被认为是一颗炽热的熔岩世界,但最近的发现却揭示了更为复杂的故事。 在过去两年里,微博望远镜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天文奇观,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曾经难以观察的星体,例如系外行星的大气层。 对于55. Cancri E,微博望远镜通过分析行星经过恒星前后的光线变化,揭示了大气层中存在的成分。 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55. Cancri E行星的大气层如何分布,并猜测其形成机制。 55. Cancri E是一颗比地球重八倍的行星,离母星非常近,公转周期只有约17小时。 这个恒星系统由两颗恒星组成,主星是一颗类似太阳的K型恒星,另一颗是红矮星。 因其极度靠近恒星,55. Cancri E白天温度高达1700摄氏度,夜晚温度则在1100摄氏度左右。 这是一个温度足以融化铁的世界。 微博最新观测表明,行星昼夜温差如此之大,暗示了55. Cancri E可能拥有大气层。 大气层能有效地将白天的热量传递到夜晚,而不是像传统的熔岩世界那样,无法散热。 也就是说,55. Cancri E可能并非单纯的火球,其大气层中很可能有挥发性气体,比如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 甚至有研究表明,这颗行星内部可能有类似地球或金星的地慢活动,持续释放出气体。 我们知道,行星大气层在漫长的时间里会被恒星风剥离,特别是像55. Cancri E这样可能有100亿年历史的古老行星。 因此,科学家认为55. Cancri E大气层应该早已消失。 然而,它的大气层却似乎仍然存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测,行星内部的熔岩海可能正在不断释放气体,为大气层提供补给。 这种机制与地球和金星的某些地质活动有点类似。 地球上,火山喷发会向大气层中释放大量的气体,可能55. Cancri E也有类似的活动,只不过规模要大得多。 想象一下,处在熔岩海中的行星,白天炽热熔岩不断将气体抛向天空,形成独特的大气再生系统。 这一发现,对未来寻找一具行星至关重要。 它证明了,大气层在极端条件下也能长时间存在。 即便在严酷的环境中,行星也有可能通过地质活动维持大气层。 这无疑为未来发现更多拥有复杂大气层的内地行星,甚至一具行星提供了新希望。 微博的发现只是个开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关于系外行星大气层的重要线索,甚至找到与地球相似的行星。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真正找到一颗像地球一样的新家园。